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将对叙利亚进行相关的军事制裁行动 叙利亚攻打德拉 让以色列领土受到了威胁 叙利亚政府不听以色列一方警告 执意地对德拉进行军事打击 以色列将对此进行反击 新的叙利亚战争即将开始 以色列对叙利亚的正式宣战 导致了蓄意之间 长达44年的和平协议好意段落 在第二次中东大战后 以色列就占领了叙利亚的哥兰高地 并且在上面经营了长达44年的时间 1976年 以色列和叙利亚在联合国的介入下 双方签订了和平协议 大了今年正好是44年的时间 联合国为此还专门在边界的地方 设定了一个军事反冲区 常年都有联合国代表人在反冲区内驻扎 调解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的矛盾 这次以色列没有经过联合国的同意 就对蓄发动军事打击 并且还是用蓄军收复德拉的行为 威胁到了以色列国土安全理由发动的 可见这次以色列就是用德拉当遮羞布 打击叙利亚才是真实的目的 以色列是铁了心的要打叙利亚了 如今的以色列 随着军事实力的越发强大 已经不再满足于在巴勒斯塔这个地方扩张了 哥兰高地成为了以色列下一个目标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多次公开 要将哥兰高地划入以色列领土范围内 最近一次是想要勾结美国 强行把哥兰高地变成以色列的领土 就像耶路撒冷一样 美国搬迁大使馆到耶路撒冷 明显的指路为了